這次是我們Gbase的第三次的講座 也是一個所謂經貿交流的一個分享會 大家可以互相提出一些有關商業上面的商機 或者投資機會 今晚很特別的 今晚就是阿錢教授 這是學術界知名人士 今天跟我們分享一些關於人工治療方面的 要介紹一下阿錢教授 在之前我覺得應該很快就搞定了 如果打開他的資料 原來如果要講的話真的要講半小時 我就簡單單單一張濃縮了 跟大家講講 阿錢教授是1985年加入Hong Kong U 但是當他加入Hong Kong U當教授之前 他曾經在任教在幾間大學 包括什麼呢?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Alberta 我們加拿大學校都在教過的 不知道程教授是哪一年呢? 應該是1976至1978至1980年 很久了 幾年了 我做很長的 然後回到香港 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 直到1985年加入Hong Kong U 我知道前教授是Founder of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是嗎? 是是是 反而香港U未有Computer Science 是一個新的科目 前教授是負責創立的 一直任職Head of Department 直到1999年的10月31日 足足是14年的時間 差不多12年 然後2002年到2006年 他在Hong Kong U 他應該是否 先等一等 我聽一下 你等一等 港大的副校長 英文你寫的就是Associate Dean of Graduation 不是那些院長的 哦 院長 是的 接著在2007年 就在這個Engineering Faculty的院長 是嗎? 是 副院長也是 蘇思議 行不行 我已經開院了 我跟Hong Kong 是 是 繼續說一下 不好意思 那 前教授在他任教期間 也出席過很多的國際的會議 或者工作室、workshop 擔任了做主席 或者是一些學術研究的委員 現在他是最優的 仍然是Hong Kong U的榮優教授 好了 除了這件事之後 他除了是榮優教授 目前他現在還是一個 總編輯來的 在哪一間 International Journey of Graduation 是 那些學術研究 是 那些學術研究 我看到有幾間 有一個Bioinformatics 有一個是Information Processing Letters 有一間是Computer Processing of Oriental Language 還有一個是Chinese Journal of Advanced Software 現在你都是在做寫書籍的 那些 現在不做了 現在開始 沒做了 因為太多事情要做 沒錯 所以你在2018年 就創立了這間公司 對嗎 是 有一件小事情我想跟大家讲讲,我看到有趣味性,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原来在2002年,陈教授54岁的时候参加了马拉松 期间这么久参加过一次的半马拉松,我们叫半马,知道一个马拉松有多少公里吗? 大概是41.5公里,就是26.2公里,你的看法也不错,陈教授 好了,那我就和大家再看看,关于今晚讲的产品等等的东西 其实今晚的讲座基本上都不是特别推介生意上的东西 多数是什么呢?多数都是Ai智能,用来一个翻译那方面的应用 大家看到吗?这个公司是在2018年成立的,前教授是Founder,也是CSO,是Chief Solution Officer 那间公司的名字叫Deep Translate Limited,中文名叫逆谷 那刚才我们当初的介绍也有讲到关于讲座,今次的讲座主要讲解是电脑学习的基本原理 和最近深度学习的突破,影响到我们各方面的生活 好了,那我再给大家看看一些资料,就是今晚的内容 前教授在2018年和他太太,Berva和他的拍档洪振东 就成立了Column一起创业,就创立了这个逆谷的 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成功研发了港产人工智能,中英商语的翻译引期 折散了翻译初稿人手,缩短了核对数字的时间,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整确度 设立这个财经界翻译招聘招股书,电道报告和上市公司文件等的庞大需求 简单来说,他有什么用途呢? 他是可以缩短了这个所谓政策这些所谓的招股书的时间 平时招股书一般要一个月的时间,如果用逆谷的软件 就一个小时就有初稿了,然后配合后期人手,大概一个星期都可以完成 那其实这个都不是,这个就是第一步我相信 等下辞教授介绍一下,因为他的应用除了现在招股书之外 其实是很多方面都可以应用的,尤其是后面那里说的就是 可以这个深度学习技术,这件事就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因为他可以一直学习,那样 好了,那我介绍给介绍完之后呢,作为这个GBS 我们今天的平台呢,我们都要跟大家讲讲一个disclaimer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呢,纯粹是这个商业信息交流平台 那对于所有讲者发表的内容啊,失业资料啊,和参与者的言论呢 都是毫不负责,也都是有其他的东西呢,就你们自己去探讨 好,凡是参加本个平台进行zoom meeting的讲者和参与者呢 在进入这个会议呢,就是代表同意呢,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在过程之中,我们平台呢,是有权呢,对他交流之中的 讲者的主体内容啊,展示信息啊,讨论呢,和参与者的所有言论呢 是进行六象的,视频制作,和公开发布,OK 那我们讲完了,我们那个disclaimer 那我们也都要介绍一下,我们,即是虽然第三次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Quinston,和Michael的 那阿Roger可能还没上来呢 那很多谢他们三位呢,花很多时间呢 去筹操一些这样的讲座,或者是一些商机上的分享 好了,那基本上讲完了,那Winston,或者有些什么补充 如果没有的话,就交给钱教授 开始和我们讲今晚的课题,讲座了 没什么,没什么,OK OK,那我就退出screensharing,OK 那麻烦钱教授,你可以开始了 OK,多谢John介绍这一刻 我看一下,还没看到,OK 是 绿色键 看不见,你们 分享 看不见,看不见,清楚 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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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 那我拉大个screen 好 在钱教授还没开之前,我讲一讲我们今天的时间 大概呢,我们是预了一个小时给钱教授 就是讲他的主题 那然后呢,就开始就发问 所以,钱教授讲的时间 或者可能尽量就不要拒绝他了 那然后呢,一个小时之后呢,前教授 我们就会有大概半个小时 或者如果多些问题的话呢 延迟到这个 再多半个小时 所以,一个小时的主题 半个小时,或者延长多些的发问 那我们发问的程序呢 就是希望大家举手 这里有个制的,可以举手 那我们的主持人,John 就可以逐个逐个提出 就是请你上来发问 也都希望大家,发问者 就是identify 你是贵姓 因为如何称呼你 和你现在在哪里 那就是让我们知道你是 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美国 或者是香港,或者是中国 或者是有点点你的背景 多谢各位 钱教授就开始了 多谢各位 给我一个机会来说 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学到的东西 其实也不是最近的 都差不多很多年了 这个是新的科技 那今天的讲题,我不想浪费时间 就是呢,叫做深度学习 这个是deep learning 那么呢,我们 第一次呢,大众 很多人发觉这件事 就是在Nature 报纸也有发表的 就是Nature是一个 科技界最高的 学术刊物来的 那就是很多重要的 都在发表 那时候呢,他在19 差不多五年前 四五六七年前 就发出这篇 就是Google AI 这个认识 就说呢,可以 这个 这个 AlphaGo 呢,我们 大家都认识 哇,觉得很厉害,因为呢 他可以 职业 围棋,不是普通围棋 而是职业 那些人都打赢 那么,其实呢 在这个 桌上 电脑呢,跟这个人 对异呢,都不是第一次 但是 以前呢,听到吗 ok 以前呢,其实在 二十几年前呢 那时候呢,IBM 有一个 DEEP BLUE 亦都跟这个 苏联的 国际将棋 这个 Gary 抓这个 国际将棋 其实这个 DEEP BLUE 也是一个中国人的 architecture CJ TEN 我们都很熟 对 香港U CJ TEN 他现在已经退休 回到美国 我想 在1996年的时候呢 他帮这个 GROBATHAF 抓 那时候呢 一勝两和三敗 刚刚赢了 那时候呢 其实GROBATHAF 那时候呢 就很激烈的 因为他说 有没有搞错啊 我一直帮你抓 你们后面的软件 在后面做事 都不知道 我帮别人抓 帮别人抓 人帮别人抓 帮别人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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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再来玩多一次 但是 IBM DEEP BLUE 我们完了 已经退休了 就不帮他玩 这个呢 这个呢 亦都是一个 breakthrough 来的 在电脑那里 因为呢 人电脑真是 打赢这个 在这个仗棋上 那时候 我跟DJ艇 我说 喂 我说你都 可不可以抓围棋 他说 没办法 不可能 因为围棋太难了 因为呢 仗棋的步伐 都是 有限的 但围棋呢 十九成十九三百来一 这么多方法 而且他们的方法 是透露 一个可以了 需要找哪一家 但 development 太多 太困难了 ��borne 围棋 现在 screens Fan Heu其實是一個歐洲的勝負 他贏了他,不像Deep Blue那樣,僅僅贏 他是5比0的 贏了之後,結果Fan Heu就做了他們的企業 AlphaGo那時候是英國的,Deep Mind 他們的企業在這裡做的,你知道嗎? Google買了他,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做企業,然後就改善技術 最後在2016年的時候,AlphaGo就跟李西杜 李西杜 這個韓國的,已經九段了 很厲害的 是韓國最高手 可以幫他打4比1 贏得很清楚,你知道嗎? 那時候,人們都說很厲害 已經開始了 要賣出來 那 經歷